国产高端疫苗 这上个礼拜10号的时候 宣布二期解盲成功 说未来会致力取得国际认证 但是现在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 您看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就宣布了 除了最后一支Nomavex的疫苗 可以采用紧急授权机制之外 之后他们不再来发布 紧急的授权使用给任何一家 任何一个国家的疫苗 这表示了什么呢 国产的高端联雅疫苗 现在都没有办法来取得 美国紧急授权的使用认证 而到目前为止 取得美国食药署紧急使用授权的 只有辉瑞莫德纳还有交生的疫苗 未来这高端恐怕也是没有办法 再取得紧急授权认证了 而蔡总统在11号表示说 国产疫苗能不能够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EUA政府会依照国际科学标准 来为大家的健康安全把关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就说了 蔡总统说国产疫苗 EUA要依据国际科学标准审查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只有一国际标准 就是第三期临床试验后 做其中分析 证明有效性安全性 才会给出EUA 所以他来问问蔡总统 蔡总统的意思 是要依照同样的标准来审查 国产疫苗吗 必须得要确认清楚 现在大家苦等疫苗 但是蔡政府只想要推国产疫苗 现在美国决定不再发EUA了 这表示说国产疫苗呢 更没有希望获得国际认证 学者就来痛批蔡政府太邪恶 把国人的安全堵在国产疫苗上 资深梅田赵绍康就呼吁了 赶快要向美国日本来争取更多疫苗 让民间争取疫苗尽速能够进口 美国FDA拍板决定不再给其他疫苗取得紧急授权 等候国产疫苗想要通过国际认证遥遥无期 疫苗是来救人命的 但是现在蔡总统的做法反而是让人命来换疫苗 说的邪恶就在这里 你那个是把人民的生命算在赚钱 是建立在人民的生命这个部分 更何况这种东西是前朝答应的吧 我们再猜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 归零就是你被骗了 学者痛批政府为了发展国产疫苗 不惜把国人生命都搭进去 没想到却是一场空 名嘴赵绍康含话蔡政府要认清国际现实 现在要做的是 马上批准郭台铭捐赠的BNT 以及佛光会争取的交生竞速进口 也同时向日本购买 或借一千万剂的AZ疫苗 跟最好的朋友美国也要争取一千五百万剂的BNT 这样的代理权也不要干燥到我们购买疫苗 疫苗需求迫在眉睫 陈时中却还在认为代理商在介入疫苗采购 难道台湾还有本钱等下去吗 为了护航国产疫苗蔡政府无所不用其极 但如果用同样的坚持来抢国际疫苗 恐怕国人也不用再无苦牺牲 记得张志明去过号ASNG小组台北报导